通常在拍攝鞋子開箱之前 我是不太會先穿那雙鞋子的 但這次因為實在是等不及 就先穿了一下 想不到 竟然 髒掉了 Hi 大家好我是Kevin 在這幾年大家可能在觀看IG或是一些搭配網站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雙鞋子 它看起來很像是Converse 或者是很像是Vance 但樣貌呢好像有點 溶解放大 大家可能會以為說是不是可能converse的新支線啊 或者是Vance的新聯名款新的支線之類的 但其實呢 都不是 而是 這個 來自Mihara的Original Soul系列 Mason Mihara Yasushiro 由三元康裕 於1997年所創立的同名品牌 由於父母都是從事藝術工作 從小就在藝術環境 長大的他 在在學時期 就對鞋魚的設計和改造 充滿興趣 2000年與Puma推出的限定系列 更是引發了搶購熱潮 手工打造的經典Original Soul系列 誇張 不規則的外表 成為眾多人追捧的款式 不只鞋款 品牌的服裝 以及具獨特性 那這個溶解鞋系列啊 其實我大概在一年前還兩年前就有看到有人在穿 但我就是一直遲遲不敢入手 然後就是一直觀望一直觀望 看到最近呢 實在是燒到受不了 最終還是選擇購入了一雙 那這雙鞋我一直遲遲不購入的原因還有一個 就是它的尺寸問題 因為它的尺寸 並不是像一般我們用USG 或是幾公分去判定 而是用歐碼的 40 4142 這樣去算 那其實這個尺寸 我自己就比較不太會區分 而且也不太確定它的版型偏大或偏小 那是一直到今年過年的時候 因為桃園的Smoka 新開的一家叫Smoka Plus 那他們呢 裡面就有實體販售了 Mihara的結構鞋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有先去試穿 大概了解自己的尺寸 然後最後選擇了這一雙 來自三元康裕之手的 熔解 帆布鞋 那在台灣要購入這個鞋款 如果是實體店面的話 我覺得桃園的Smoka Plus 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地方 因為這種鞋子要提供給試穿的 空間 其實在台灣 就我所知是相對比較少一點 所以桃園人 好不好各位非常的有福 那如果你是在網路上買的話呢 我自己 之前會買了一家 網牌叫做 JBRO2HAND 他們也有販售 Mihara的鞋款 然後款式也很多 所以就是 大家如果在萬縣市想要買的話 他們家可以看一下 那以上兩家呢 都不是也可以 只是我最近在IG先發 這雙鞋子就蠻多人私訊我說 哪邊可以買得到 那這兩個點呢 是我自己有實際買過 有實際逛過 都還蠻不錯的賣家 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那這一次實際入手了 這雙溶解鞋啊 說實在話 他的實鞋真的是比照片來得好看 非常多 先撇開鞋子好了 我們先單看鞋盒 是使用這種比較大的外盒 然後上面就是印了一個比較簡約的 寫上了 Mason Mihara Yasushiro 的字樣 然後裡面的秤紙呢 也不是一般的紙 很容易破 他就是使用了 布織布 當作秤紙 他連鞋子呢 當初打開也是 兩隻腳 分別用布織布套 把它套起來 所以在包裝上 就感覺到 他並不是一般單純的帆布鞋 再來呢 就是鞋帶的部分 這雙鞋啊 他在打開的時候 裡面附上的會是 就是這個鞋帶 比較偏細 然後一般的鞋子裡面會附的 那種鞋帶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我現在 上面放的 比較偏厚實 然後比較粗 纖維感比較明顯的大鞋帶 因為他整雙鞋子的型啊 就是比較誇張 然後比較大顆 所以說我覺得他附上的 粗粗的大鞋帶 就我自己來說 配起來 就會加分蠻多的 那說到這雙鞋子 可能大家會 最大的疑慮就是在於 他的中底的部分 他的底呢 看起來就跟一般的 一樣鞋型的 可以看得出來 兩雙鞋子啊 來自 Mihara 所設計的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份量 跟存在感 那這個底呢 他其實原本 並不是用電腦 現在一般都是用電腦 技術去做的嘛 他其實不是 他是用手工 用紙黏土 先塑造成 他的雛形 然後再打造成 現在鞋底的樣子 所以他整雙鞋的中底呢 就是專屬於 人工 手 的溫度 才能做出來的樣子 那在細節的地方呢 就是像 他的 鞋舌啊 上面就有寫上了 MMY Footwear 然後下面還有你的 穿搭指南 然後印上了他們的Logo 在鞋底的位置 側邊呢 也有秀上了一個 MMY的 咬標 然後在鞋子 PP的位置呢 就寫了一個 MMY的字 一樣 所以整雙鞋 你要說 他跟 一般的Vance 跟Converse 很像 確實沒錯 但你實際拿到手 你就會知道 兩者基本上是 完全 不一樣 的東西 但如果大家真的想要購入的話 有幾個點想要跟大家 先稍微的建議一下 首先呢 就是尺寸的問題 前面跟大家說了嘛 他的尺寸是用歐碼來計算 就是 44142 那我正常來說 穿歐碼的 41 就是差不多 剛剛好的大小 那這雙鞋子呢 我自己拿 41號 整體的感覺 還是偏 蠻寬 蠻大的 再來就是他的鞋帶 真的 蠻長的 那這個長度 我覺得喜好 就因人而異 我自己覺得因為他整個 粗粗長長的 配上整個鞋子的 樣貌 還蠻和諧的 所以我是還好 但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 比較介意 鞋帶這麼長 你會覺得他 太垂墜 太 Long的感覺吧 所以 如果是會介意鞋帶啊 可能在尺寸上 就要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你可能 不能單純買大 就把它綁緊一點 鞋帶可能長度 你會 不適應 所以就要記得買到 比較符合你的尺寸啦 然後再來就是 穿著起來的 舒適度 這雙鞋子 一萬塊左右 就是真的是不便宜 那他穿上腳的 舒適度呢 以另外一雙 我之前買的 Vence Vault的 基本的 Old School 那一雙大概是 2000多左右 比較起來 他的著用舒適感 真的是完全被虐爆 他真的就是一雙 比較偏向工藝品 然後藝術品感覺的鞋款 他的實著體驗真的是蠻糟 蠻不舒服的 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的 前面這邊 真的太硬了 你基本上是凹不了的 所以在走路上啊 就會整個腳是只能 這樣 你很難會有一個這樣子的輪廓 所以在走起路來 真的就會比較硬 然後比較不舒服 然後他的底 也沒有像 一般可能 Vence Vault 或是像 Converse 1970 裡面的那個底 這麼的軟Q 所以這雙鞋 在穿著起來的舒適度 真的是 被一般的 Vence 或Converse 玩爆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很在意 舒適度的話 我覺得 這雙鞋子 你可以 PASS 因為他 很貴 但是又 不好穿 那如果你還是 質疑 很想要買的話呢 你可能就可以買稍微大一點的尺寸 然後在裡面 那個鞋墊 應該就會比較 舒服 一點 最後呢 就是 搭配的部分 這一雙鞋呢 因為他整體的 分量感 其實比起一般的反部鞋 大蠻多的 所以 與其配上 合身的褲款 我覺得他去配上 寬鬆的褲型 不管是 追形褲 寬褲 或是 寬的短褲啊 我覺得 他搭配起來的 樣貌跟比例 都會比起 一般的 Converse 再更適合 配上寬褲的 那個 比例 所以如果是你可能跟我一樣 之前穿了很多 Converse 很多Vence 然後你想要嘗試一些 更 突出 然後更 浮誇的設計的話 這一雙鞋 我覺得 應該會跟你之前 以往在搭配 Vence 或Converse 來的體驗 相差蠻多的啦 好 那以上就是本次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購入的 這雙 融解 反部鞋 那如果你是之前一直不太知道 這雙鞋是到底哪來的話 你可能一直以為它是 Vence 或是Converse的特殊款 然後找不到哪裡可以買的話 就希望這一集可以給你 一些 幫助囉 好 那今天就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幫個喜歡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我頻道 還有 IG然後小鈴鐺 記得 請幫我連開我新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 我是Kevin 我們 下次見